俄罗斯海军前司令称 乌克兰的海军已经成为了核军 美国在这时更是十分贴心的 给了乌克兰一批巡逻艇去保卫核道 来看详细情况 哈喽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在俄乌冲突发生的第一天 我们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乌克兰海军几乎被全灭 此前有士兵驻守的蛇岛 更是被俄军不费摧毁之力就占领了 乌克兰政府为了鼓舞国内的战斗士气 还制造了感动全乌克兰的蛇岛十三烈士事件 虽然这件事最后被证实为假的 蛇岛上的人在俄军登岛的第一时间就投降了 一个都没有死亡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乌克兰政府继续造假 如今的乌克兰海军已经和空军一样名粹失望 甚至是要比空军过得更惨 因为乌克兰空军好歹藏了一些直升机 在仓库里还可以起飞 而乌克兰海军军舰则是全部被摧毁 可能只剩下一些小渔船没被摧毁了 因此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前司令 弗拉基米尔科莫伊都夫海军上将表示 在今年的海军日上 乌克兰海军在没有舰队的情况下度过了这一天 乌克兰海军的所有舰艇要么是被击沉 要么是没有在备战状态 正在船厂维护保养 现在这支军队已经从海军变成了核军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 苏联解体后 俄乌双方将黑海舰队一分为二 当时的黑海舰队有着大小军舰总共833艘 俄罗斯获得81.3%的舰队 乌克兰获得18.7%的舰队 所以曾经乌克兰也是有着上百艘军舰的一个海军强骨 我国的辽宁舰最开始就是购买的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母改造而成的 而获得了这么多军舰的乌克兰 一时间有点难以承担这批军舰的维护保养费用 因为它不仅继承了苏联的海军 空军和陆军也继承了一部分 这部分武器使得乌克兰仅用于维护这些武器都感到入不敷出 所以迫不得已之下 乌克兰将这些武器装备销毁的销毁 拆的拆 卖的卖 曾经有着100多艘军舰的乌克兰海军 到开战前只剩下了30多艘 更加让人感到迷惑的是 特曼·萨盖达其内号导弹护卫舰 这艘作为乌克兰海军舰艇的船只 居然被乌克兰海军自己给弄缠了 而将它弄成了原因 居然是为了防止被俄军获得 不过这么一说确实有可能 毕竟俄海军开战至今的表现欠佳 损失了包括黑海舰队旗舰 莫斯科号在内的数艘作战舰艇 正好把这艘军舰拿回去补充实力 看着成为核军的乌克兰海军 美国也是给他们量身打造 送过去的军援不再是坦克 飞机 大炮 而是他们最缺的军舰 只不过这个军舰有点小 是一批巡逻艇 这样可以让乌克兰的海军 能够更好地保卫海岸和内核航道 在这笔超10亿美元的开机中 里面有着18艘用于沿海和内核的巡逻艇 其中10艘是34英尺的 无畏海上方舟巡逻艇 6艘40英尺的海岸作战艇 2艘35英尺的小型内核巡逻艇 当美国公布这批军援后 一名来自国防部的美国高官表示 之所以给这些装备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河道 能够让乌克兰获得对河道的控制权 当说到其他用途的时候 这名美国高官还沉默了一下 说是这些装备也许可以用在沿海地区 看来美国也是很清楚 虽然俄罗斯的海军也很拉垮 但是再怎么拉垮 也不是这种10米长的小船能够碰瓷的 核舰艇先不说 可能这些船只的长度 还没俄罗斯的一些导弹长 真要是用来保卫沿海 阻止俄罗斯海军的进攻 怕不是会被俄罗斯的导弹 一炸炸一串 现在乌克兰海军仅有的几艘装甲炮舰 只能够在低涅薄河区域活动 唯一的用处可能就是 在俄军想要过河的时候 阻止他们的过河行动 不过就这几艘小舰艇 能够携带的弹药是有限的 当俄军的装甲大军开过来 在这河道上来一次火炮骑射 这些乌军小艇 怕不是会被炸成筛子 所以说乌克兰海军日名字 应该改一改 叫做乌克兰核军日 因为周边沿海 已经全部属于俄罗斯的地盘了 自家海军唯一的阵地 就是迪涅伯河 不叫核军叫什么呢 和一个坑不叫楼